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是可以夜深是可以从事什么行业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整个薪水大概是怎么一个起伏 以及我在这过程中 可以针对什么方面的一些技能 去加强或者进步 那我会先从我的大概一个学业背景来说一下 我是在KL一间博士所非常出名的学校 读的diploma in fashion and textile design 就是大家所说的美术生 因为这个学校呢 它可以提供我讲学金 然后经济上的关系 我也没有在diploma之后 继续升学去degree 其实我的学校呢 你大概准备一个五万到八万的话 你在最后一年 你是可以连接到youcare的一个学校 读一个一年 然后可以得到degree的 所以读fashion design的学生 你一出来的话 你的选择要么就是design的行业 所以fashion我们一般上都有包括蛮多的嘛 就是衣服鞋子 包包 或者说一些首饰之类的 但我相信你的课程一般上都只是针对于服装的比较多 其实你也可以去从事一些好像stylist 因为stylist它本身就可能为杂志工作 或者为一些电视台工作 这个stylist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一个行业 如果跳出这个的话 其实我们还可以从事一个行业叫做fashion merchandiser 或fashion buyer 这个呢就是可能要稍微比较数字化一点 当然我们的课程可能并没有学到说分析 分析报告之类的 但是因为你会从assistant做起 所以一般上fashion的公司都会愿意接纳你 作为beginner的fashion merchandiser 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整个工作方式呢 就是你要针对市场啊 或者是那个小售业绩来评估 或者说来准备接下来 你要购买东西的计划 大概就是这三个方面 fashion design fashion stylist fashion buyer 或者fashion merchandiser 除非你可能对销售比较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凭着这个文凭 进到一些品牌的销售 但是你要明白 如果你直接跳去销售的话 可能你过后想要回到你的design 这个行业的话就会比较难 毕竟我们在学校读的只是一些 初步的技术 你会发现你在工作上可以学习到的 远远超越你在学校可以得到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会分享一下 我毕业这八年来 大概我可以得到的一个薪水 当时呢 我在KL毕业之后 我就有想过要在KL先找一点工作 所以我在KL得到的第一个offer是 大概一千八百块 然后我就想说 嗯那我也尝试一下新加坡的工作 我找了大概有两个月 就还蛮久的 我就一直发发发 直到有工作我就进来interview 那时候我可以得到的起薪 大概也是一千七百块左右 然后走一路走到现在 我从一个因为我选择的是merchandiser 所以这个的话 它其实就比较跳脱design的东西 但还会有比较多好像计划要怎么购买 或者说看seals report的这种东西 然后我在中间我大概从assistant可以去到merchandiser 去到buyer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八年期间呢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所以如果你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话 你自己要明白 你的薪水起伏并不会特别的大 但是因为我还蛮关心收入这个事情的 所以呢我其实大概每两到三年 我都会在市场上test一下自己的市场价值 就是我会去找工作 看一下我在市场上面的竞争力还ok吗 然后也因为我有这个举动 我真的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的工作 我可能还是九公司挺好的 我就会回来跟他们谈一谈薪水 所以我大概跟公司在这中间谈了两到三次左右 我现在的薪水呢 是从一开始的一千七百多 走到现在的三千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状态还可以 但是老实说和我同年龄的很多朋友 他们的薪水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必须要说的是 如果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 你不是从一个很好的学校毕业 或说你的文凭并不是很高的话 你可能 对你可能在薪水上 你大概要有一个认知 可能你做个六七年 大概就走到跟我差不多的情况 好吗 当然我其实还是很支持那一些 大概每两到三年都会换一个公司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这样子 其实你可以学到很多从不同公司得到的经验也好 然后每个人做事反事也好 这样也可以对你很有帮助 如果你想要去更大或说规模很好的一个公司 他们的要求会比较高 你会越多东西 你照然被接纳的程度就越高 然后第三个 我们讲一下 其实我们读 fashion design的学生 在这整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针对自己的能力 在什么方面做出进步吧 我会很想这个呢 是因为我在学习或在学校的期间 我真的很希望听到别人跟我讲这些东西 然后可能我当时也没有什么遇到一些太过senior的人 或说其实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往外跑 或特别爱交朋友的人 所以我可能并没有遇到这些可以跟我分享事情 或分享经验的人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的这个视频 可以对我们这行的同学有帮助 那我们的学校其实多数教的我们是fashion design 所以它一般上就会教你怎么画图 然后怎么做出一件衣服 怎么做mood board 对不对 但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学到的drafting 虽然我们会自己draft 然后我们会用一个software去draft 但是呢 你在学校学习到的drafting 并不足以让你成为drafter 如果你对drafting比较有兴趣的话 你就应该在学校期间加强一个drafting 要么你可以去尝试拿一个短期课程 要么你可以对你的lacturer 就请教更多东西啦 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现在的market对fashion design的学生 有一个要求 就是其实他会更希望你懂得marketing方面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现在读的是fashion design and marketing 或fashion design and merchandising 那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不是像我这种当初并没有太多这种选择的话 我会建议我们自己去加强digital marketing方面的东西 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短期课程都有针对digital marketing这个东西去教学 除了digital marketing 你知道当然可以加强merchandising的技能 merchandising是什么技能呢 它其实就是分析report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学设计的有时候也许我们并没有在数字上被特别训练过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在学校期间学一点merchandising的东西 就好像如何用accel accel里面的vlookout 什么sap software 这一些东西 我觉得你可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甚至于你想要去深究的话 那是最好的 如果你的accel非常的强 你在这行就会站得很稳 如果你了解到其他公司都在请什么样的人 你障然就会知道要怎么加强自己 所以针对于学fashion design的同学 我会希望你们可以增强drafting merchandising marketing 或说digital marketing 这三个方面的努力 嗯 今天的影片大概就是到这里 希望我跟他分享了一些小小的东西 会把这些东西的名字帮助 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讨论的 或说 希望知道在小波有什么公司 其实 会更 适合我们进入的话 大家都欢迎来跟我讨论 希望向新的同学们学习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我们 后会有期 总有一天会再见的 拜拜